另外要来追有没有不法情势 我们来关心是地检署 针对了超司案展开搜索 并且在昨天晚间约谈了9个人 其中超司的负责人秦宇乔 量彩公司负责人林怡龙 以及员工林昌县 还有畜产会的无信专员 招保请回 另外是农业部的副司长 还有畜产会的家庭组长 龚荣泰等人也是无保请回 那么回顾过去 鸡蛋缺货的时候 农业部启动了短期进口鸡蛋的专案 那么选中了还没有登记设立的超司 也被质疑是不是有土利情势在里面呢 北检已经展开调查 穿着深色外套戴口罩 将帽子盖头低头快步走进地检署 面对镜头不断将帽言拉低 甚至还气愤大骂不要拍 他是超司的负责人秦宇乔 在超市争议中涉嫌土利罪加重诈欺罪等 以两百万人招报并限制出境出海 穿着白衬衫戴蓝色口罩的男子 他是量彩生物科技公司的负责人林一龙 遭到捐入超市案以一百万元招报 超市进口鸡蛋案 北检开始展开征讯 更是大动作搜查14个地点 包括中央续产会和农业部 并约谈9人道案说明 回顾案件检调追查到 当初续产会签约的时候 超市根本还没有设立登记 为何可以为人其他公司进行验收 续产会甚至对鸡蛋的数量和品质 都没有实质的验收 更导致后市出现五千四百二十九万颗鸡蛋 预期耗费成本高达九千一百三十万元 监察院已对此纠正进口蛋采购的过程 民森有为师 一个九月初才成立的公司 九月二十七号就已经接受了什么 中央续产会的付款 早就已经巧好了 要由超市这家当时根本还不存在的公司 就是要给他做 前方展开约谈 全案以福利和加重诈欺罪侦办当中 其中圣爱的嫌疑犯中超市的负责人 秦玉桥林一龙及量彩员工林昌献 以三十到两百万元不等交报 而农业部副司长陈中心市产会家庭 组长龚荣泰以及证人张庆男子 皆以无保请回 记得让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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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让我报道